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朱伯伯年輕的時候 从大陆渡海来台 从此以后就定居在台湾 那渡海来台之前的话 家里面准备了一个竹篓子 这个竹篓子里面 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是没有想到他来台湾以后 从此以后就没有把那个竹篓子 打开来过 那前不久他把竹篓子打开来以后 才发现说当时家里面 带了非常多非常多的 书画的一些作品给他 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他带了这个一部分的 一个书画作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在这个现场的一个 见识过程当中 我们有两位专家 对于有一幅画 是持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那大家刚刚有看到 就是这个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 那金农的一个作品 是这两幅的一个作品 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有讲 如果他是真实的金农的画作的话 他恐怕会价值上千万 那因为有两位的专家 持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 三位的这个书画 以及古董鉴赏的一个专家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今天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 我们先邀请的是 我们珠宝鉴定的一个专家 连国燕 连老师 欢迎你 连天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谢忠伟 谢老师 欢迎您 好 另外我们要特别欢迎的 就是经常在这个各大 国际的拍卖会场上面看到的 陆杰明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好 陆老师在这个书画的专业上面 非常非常的深厚 尤其是在画作上面 不管是当代的画作 以及这个过去的一些 古老的一个画作的话呢 就有历史的画作 他都有深入的一个研究 如果你经常到那个拍卖会场上面呢 都可以看到陆杰明 陆老师 好 特别欢迎陆老师 好 另外呢 还有邱建一邱老师 欢迎邱老师 好 另外还有皮爷 欢迎皮爷 好 皮爷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也小露了一首他自己写的那个 书法的一个作品 刚刚有特别讲到 金龙的一个书法的话呢 我觉得也婆庸宁的味道啦 他厉害 他厉害 他比较厉害是不是 他比较厉害啦 他那么... 你刚已经欣赏过了有 好 来 待会呢 我们麻烦这三位的一个 书画以及古董的专家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特别欢迎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这位朱伯伯 我们欢迎朱伯伯 好 今天呢 我们要特别再次欢迎的 就是我们的朱伯伯 朱伯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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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朱伯伯 你上回来的时候 您建价最贵的一个画作 是价值多少啊 是三万块钱嘛 那个鞋 照项不应该是三万块钱 你觉得太少了对不对 我也觉得太少了 他们专家都这样子对不对 你应该觉得 应该大概价值多少啊 我觉得那个是 如果是增加的话 应该就百万以上了 几百万吗 几百万以上的 他其实还是很客气 我记得上回我们在讲的时候 他还讲到说 这起码可以换一间地宝 对 你看 他这样子他就笑了啦 第一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部分的一个 画作的一个作品呢 大部分都是团战 那这个陆老师 我们这边有看到 他这边总共收藏了 大概二 四 六 八 八幅 戴到现场里面 八幅的一个团战 我先问一下那个朱伯伯 为什么你们家团战那么多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不晓得 我不晓得 他们是家里运上来 运到上海来 我到台湾来去 带到台湾来 会带这个也很怪吧 我住在上海很久 很自然的 很自然吗 很自然的 对 这比较容易攜带的关系吗 就是谁出门不带领利用钱呢 对吧 那朱老先生离家为什么不带 一个竹篓子算少的 那个是国民政府啊 那一般平民老百姓 有个小黄鱼 就已经不错了啦 就是上一辈的收藏 然后这个孩子要飘洋过海了 孩子要去哪里了 给他带一点细软 在战乱的时候不是说 书画是软黄金吗 盛世收藏乱世黄金啊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乱世的时候是要收藏书画啊 盛世收藏 盛世收藏 但是对于有文化的家庭 这是软黄金啊 其实有这样子的 扇面的家族都是大家族 对 我也觉得这些应该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拿来看的 是拿来用的东西 它扇面事实上不是说一张画 妆框比较好挂墙上不是 它是真的是扇子 拿来是扇扇子用的 那这种旧扇面的话 就是老扇子他用了久了以后 他有点受伤了 所以就把这个扇面拆下来以后 就表成一张画 所以其实有这样扇面的家族 一定是个大家族 那邱老师我问一下 他这一幅画 像这边看到的这些团扇 这些团扇是真的拿来使用的吗 还是不是 这已经是纯粹欣赏 这个应该都用过的东西 都用过的 一开始是使用的 对 就像邱老师说的 后来因为有点损害了 爱这个东西的人 把它重新表 留下来 只留扇面 不留扇骨了 还有 有 当时的扇子不是 不是一般的扇子 因为这些人都是 都是在当时很有名的人 所以这些的画家 其实都是有来历的 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画家 但是市场的发展到今天 他就没有任伯年啦 或者是当时的其他的 赵芝谦啦 这些名家这么有名了 所以他的价钱就被委屈了 所以当时会把它重表 是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凡人啊 对嘛 都是公理就官的 所以赶快从那个 本来的那个扇叶上面把它 拆下来 拆下来 把它当作艺术品 把它作为信赏 因为用是一种文人的用法 当时用扇子 也不像我们现在一般人 这样子乱用啊 都是拿着小姐拿在手上 轻轻动一下 都没有把它损害的 在唐宋的时候是盛行啊 可是团扇的感觉 比较像是女孩子在待 因为我们看那个 对 这我要解释一下 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 就是要团扇 第一时间反应认为说 这是女生用的 其实未必 男人也用 那那个团扇的话 其实要看它那个什么 那个题材而定 大部分是看出你画什么东西 我举例子来讲好了 这一幅 这一个扇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扇面 这边有看到了 那这个扇面的话 其实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虽然它没有落款 但是我跟各位保证 百分之百 这是女人用扇子 而且还是个老太太 用的扇子 为什么 女小姐的话 拿扇子的话 就不对了 知道吧 这里面到底画什么 我们待会再 好好地仔细来看一下 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你刚刚说那个 应该是老太太用的 那这个是不是少女 这是牡丹是不是 像这种的话 可能一般小姐就可以用了吧 一般小姐 但是我看一下它的 它的材质 好像是圈布之类的 是不是 我觉得您好眼力 您东西看多了 可是这怎么会被... 怎么会被蛀掉啊 这不是虫才吃纸吗 虫子咬 所以雅石工 朱老先生 我们就称你雅石工 那么您其实保存的情况 实在是不好啊 这个实在是太... 对啊 陆老师 他这个是不是 应该那个夏天的时候 拿出来晒一晒太阳 没错 没有 或者是做一个无酸装表 但是从这里面看 没有空啊 没有时间啦 从这里面看 应该是表的时候啊 那个酱子用得不高明 因为酱子用得不高明的时候啊 他到台湾之后 一直在潮湿情况之下 虫子是为了酱子而来 不是咬这个纸 也不是咬这个圈 是吃酱糊 吃表的时候的酱糊 表得不均匀 虫子去吃酱糊 因为潮湿让酱糊开始潮了 所以虫子吃酱糊 不小心吃到纸了 是这种 用得繁不够 对 用得繁不够多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幅啦 然后这个是丁文蔚的一个 丁文蔚写的一个作品 但是刚才是说 使用者是男的是女的 但在这里有一个 可以找到它 应该是男生用的 那为什么送给男生送花呢 很简单 花就是女人嘛 对吧 你看也有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读一下 这个 这是花字 对 再来这个字 这个字是法律的法的 古字 法 杨夕亭画 就是学习杨夕亭的话 然后这个奉 奉 奉执哉笔布 二兄大人教 送给二兄大人 男的 然后岳洲地文位 克谷吾诸臣 这克谷就是在这个救诸臣画的 所以送给二兄大人 送给二兄大人一副低头的花 代表是让你在扇的时候 想起你家的那个小姐 什么意思啊 我还是听不懂 就是朋友送给朋友 朋友送给朋友 然后叫他想他 想他自己心中的美人 美人 是这样子喔 好 来 我们可以继续探增盈 没有 我们价格要讲啊 来 朱伯伯最在意的还是这个 你看他刚刚讲的这个 你的名字叫什么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他刚刚讲的这幅画的名字叫什么 我记得 我记得 陆老师 你再讲一次 丁文卫 跟丁兄一样 要照明天啊 我就一样是这样 我在去救教的 我在好奇 直哉笔布 二兄大人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里的人 要是你们家里的人 这一张画对您来说 这个感情无价了 不是我们家人 不是 那就是收来的... 那就是收来的 好 来 那个 朱伯伯 你自己咕咕多少 我咕咕如果只要是 丁先生这样子来讲的话 太低了 是增益的话 增益 20万啦 也是一个名家的作品 看到底有没有价值20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丁文卫所画的一个团赛 还有少要的一个团赛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价 陆老师呢 我们都是做拍卖 是 然后呢 依照这种价钱 这个状况来看 因为品项不是非常好 但增积 那我可以... 对 我可以出一个价钱就是 2万2台币 您...您看 你不携手 朱老师 你真的得罪人 得罪人 你都没有讲 你一直讲说不要得罪人 后来你们弱的价格 不能得罪人 陆老师献朋友一步 这没有要卖 这无所谓啦 只是 我们只要知道它是蒸鸡就好了 但是朱伯伯 我觉得它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地方很多都被蛀掉 同样的这个品项的话呢 也落在这个后面这一个 这一个团赛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团赛 这个团赛也一样 在上面也有一些柱痕在 那这个是潘真营的一个 团赛的一个作品 同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 这个是不是在画作上面 是不是也有一点点 跟这个的状况一样 它的颜色是不是有跑掉 就是久了 但是那个好像还比较好一点 这个花的这个地方已经 因为画工笔的时候 这个宣布要上帆 刚才老先生说了 上帆 上帆之后颜色才上得去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漏帆了 漏帆它的品项就差 所以皮椰刚才估的情况 是拍卖行来看这件东西 它的品项不好 所以它才估低 所以皮椰估得很准 这个品项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品项也不行啊 因为有太多的虫洞了 太多的虫洞 但是这一张看起来比较雅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荷花 比较简笔一点 对吧 潘真盈 所以在当时他是公布侍郎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好 来 那那个我们的... 但是只是他在拍卖市场 今天的拍卖市场 他是小名家了 但是在当时是一个做官 又喜欢画画的 有名望的 对 好 一样是清朝时期的一个政治人物 朱伯伯 你们家收的画作 好像大部分都是清朝的 对不对 我不晓得 应该是... 光绪到道光附近 光绪 道光这个年间的东西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潘真盈 你现在还在记的 你现在还在记的 完了... 我记下来 陆老师 陆老师 你糟糕 他记的是250万 没有... 2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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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 来 我们请皮炎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潘真盈的 团扇的一个作品呢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计 3万 恭喜伯伯 加了一点 因为我喜欢比较雅的 比较雅 这个就是偏爱 有啦 这个作品是偏爱 而且提材有这偏爱 这是我个人偏爱 好 来 伯伯 我们再接下来要讲一个 刚刚那个 我们邱教授特别看的这个 叫做猫蝶图 来 我拿在手上 我这很喜欢这个 你很喜欢喔 连个眼睛 你看得滑到... 您告诉我哪里漂亮 眼睛在哪 它是... 这个眼睛在这里 眼睛看到上面的蝴蝶 你不再去老化眼睛来看 看不到眼睛 猫抬头 所以它头抬头 头的猫眼睛不好画 抬头的猫眼睛不好画 所以它画在这边 那两个很... 好 那伯伯来 它叫做猫蝶图 我们猫看到了蝶在哪里 蝶在哪里 蝶在哪里 哪里啊 蝶在这里 也有被蝶咬掉了 几只蝶 两只蝶 好像两只蝶了 两只蝶 两只... 这边还有一朵花是不是 那两只蝶是不是那个 梁山路跟蝴蝶 对 是不是 后来变成蝴蝶了 好 来 蝶花链 这边有蝶 两只蝶 然后那也有花 不能蝶 另外还有这个猫在这边 那刚刚邱教授你讲的 这个叫做猫蝶图 对 这个其实在我看的话 因为上面没有落款嘛 对不对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很难为这个画定题目 不过这张画的这个题目 就应该很确定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面出了三个题材 一个是一只猫 那上面两只蝴蝶 那另外还有什么知道吗 重点是旁边画那个草 可不是一般的配景 那是宣草 那宣草 那从这几个元素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说 这张画应该叫做 宣草猫蝶图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那个宣草 用画宣草的扇子 它基本上是一个女人用的 那个春宣病治嘛 那个宣 这就是那个母亲节那个 那种叫宣草 那另外的话 那那个什么 那个猫 事实上的话 跟另外一个音 那个跟帽 这个字是取谐音字 那帽的话只是70岁 那这个蝶这个字的话 事实上跟另外一个字很类似 那方也类似的 那蝶这个字只是80岁 所以其实这一把扇子 一定当年是专门画给一位老太太 拿在手上的 猫蝶 那就是取他的谐音 等于是说给老人家注授用 对 猫蝶 而特别是老太太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朱伯伯 猫蝶 猫蝶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来 我们请那个路老师 帮我们看一下 好 那您估这个猫蝶图的话呢 大概价值多少 我估这个猫蝶图 我只是看到那两个眼睛 画得不错 觉得眼睛画得好 他一直很喜欢那个猫蝶图 尤其是他的眼睛 他上次来节目当中的时候 他就一直特别讲这一件事情 所以在猪蝶心里 他喜欢这一张 朱伯伯伯比较贵了喔 所以他有把情感的价值在里面 但是在拍卖的角度 他有个问题 他没有落款 所以皮也要看清楚 一条什么人花点 一条什么人花点 对 不知道谁化了 没关系 那个朱伯伯 你自己可以落你自己的款 随便 随便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猫蝶图呢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那个猫跟两只的蝴蝶 那朱伯伯非常喜欢 目前市场上的 参考价值多少 请介绍 9万元 还不错 9万 9万 情感 我觉得他虽然没有款 没有落款 但是呢 这张画得真的好 那个猫的神情喔 真的是栩栩如生 我刚仔细地端详 真的是好 你照样 照样我还是很适合的啦 你适合啊 什么您 朱大哥您贵庚啦 我91啊 91 我以为 看不出来啊 你会被盖个带 哎呀 你像61啊 那现在真的可以 称您茂蝶啦 对 茂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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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蝶对完了 你不要卖给我 不要卖给我 朱大哥 茂蝶 他可以整个都把他包起来 我很紧张耶 朱伯伯 朱伯伯 朱伯伯您是有在做 舒嬅的买卖吗 感觉起来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我是在公务员 哪有人会做舒嬅买卖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那些全部都不重要 我们接下来要看 以下这个了 朱伯伯抓别人的 他是警察 对...朱伯伯是警察 好 来 伯伯我们往这边 来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金龙的这个画作 那金龙的话呢是 揚搜八大怪之首 那麻烦请陆老师呢 帮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幅画作 第一幅的这个画作呢 是画了梅花 那这个梅花上面呢 也有标这个金龙的一个提款 然后呢 有落款这样子 有金龙啊 有金龙之吗 百二燕田 有一部分的金龙嘛 但是呢 印章就有 这一个呢是百二燕田的一个画梅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百木之长 还是百木之长 百木之长 百木之长 好 那这边画的呢 这幅画 那个旁边的那个百木之长 应该就 比较像是他的一个七书了 对... 朱伯伯 您自己估呢 这两幅加起来总共多少 如果是真品的话 真的可以换一个东方 应该超过... 他其实也是很保守啦 他说如果是真品的话 如果真品的话 应该会超过这个价格 但是他互了一个 百万 比较低一点的价格 千万 来 这幅梅花的话呢 是一百万 另外呢 这个百木之长的话呢 也是一百万 所以这两幅作品呢 加起来呢 总价是两百万 如果是真品的话 也不是真品的话 一定会超过的 对 因为他是那个 洋宗八怪之首啦 来 我们请那个皮炎呢 帮我们评估一下 好 这两幅的一个作品呢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 是多少 请建计 两张一起 你还没有其他兄弟啊 就是 那个什么 那个 你朋友也很有意思 你看 七多粒彩鑽都要我一叉 老师你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鑽到了就对了嘛 有跨离开了 你看这六颗主石 全部都有荧光怀孕 像这样中色钻石 如果说 他有非常强的荧光怀孕 他有可能是变色龙